看这个挺辉煌的这个大楼啊,叫红博股份啊 这篇文章啊是市场资讯里面的辉哥观察尺的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全跑光了,一家七口套现二十亿 把红博股份卖给了十七万股民 结束语啊,写的是这样写的 说卖来卖去,要了一大圈子,大家都跑了 总算是把公司卖给了十七万股民 我们看看内容 搞印刷的啊,这是 这是上市公司红博股份 前十大股东的名单 我截过来以后可能也看不清楚了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其实它相当特别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十大股东啊,股权比例之合只有5.8%,而且一个持股超过2%的单一股东都没有 什么是大股东 什么是小股东 在红博股份这里 界线似乎有些模糊 以红博当前的股价估算 只有1500万的市值就能体验 前十大股东的感觉 估计17万股民中还有不少人能做得到 在A股 我不知道为什么提了好多17万股民 这个什么概念不知道 等会我们看一下啊 在A股 关于股权结构 一直饱受质疑的就是股权比较集中的家族企业 专家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 容易出事 容易出现一言堂 按照专家们的标准 如今的红博股份堪称股权结合之典范 合理之典范 别说股家族了 连实际控制人都没有 真正的是多言堂 集中好还是分身好 辉哥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红博股份并不是一直这么分散的 IPO支出 它是彻头彻尾的家族企业 我读了这一段的文字 我就搞不明白 说它是一言堂也行 说它是多言堂也行 真的是红秀泉之迷惑现象 你说它最先进也可以 基督教吗 甚至它激进的建成了基督教宗教国 你说当时是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笨蛋永远笨蛋 聪明蛋永远聪明蛋吧 到底是一言堂还是个多言堂 在股IPO支出 彻头彻尾的一个家族企业 我假一个眼号在这里 他们心地这么善良吗 把他们的这个企业 这个 隐姓埋名的送给大家吗 这是红博股份IPO10 前十大股东名单 有优预先 持股比例26.65 有优利捐 持股比例呢 是26.25 优友月 4800股 持股比例呢 是6% 优友卵 6% 优雪仙 37.5% 苏凤交 1.125% 张棉桃 0.75% 前十大股东 合计持股超过 74% 尤家 7个人就占了70% 是以绝对控股的 什么董事会呀 股东会呀 就等于是家庭聚会 而从一家七口人的家庭聚会 到现在17万人 股民的股东会 辉哥看到了并非所谓的一言堂到多言堂的股权结构进化 而是创始人家族的股权全卖光 众所周知 红博股份虽然讲过很多故事 但业主一直都是搞印刷的 尤其是彩票印刷 彩票印刷 彩票这个也是有很有意思的东西了 很有意思的故事了 你说中国哪里没故事 大家都在故事中 搞彩票 这个行业如今已经红海了 所以红博股份现在日子不好过 从账面上看 已经连续扣非亏损 6年了 深交所对其持经养能力提出的质疑 但时间回播20年代本世纪初 红博股份真的是一只独秀 全国一共有五条高速低号精确防伪的印刷生产线 红博就有一条 其余的丝条全部在国有的印钞厂里面 由于这种印刷技术绝对碾压 红博股份一开始 就报老了各种高要求的印刷市场需求 得以势速蓬勃发展 差一点就可以印钞了 改一头钱是因为心里有底家中的大姐 犹豫仙 是当过塑料印刷厂的厂长 有资源有渠道 不过印刷这个实际门槛很低 投钱买设备就行了 谁都有机会可以进来弄一块肉吃 于是上市之后的红博股份 虽然业目规模越来越大 大约竞争激烈 价格下滑 一直处于增收不增利的状态 上市第一年 红博股份营收只有1.55亿 扣非净利润高达4000万 净利润的近30% 而到了2014年 营收虽然飙升到8.6亿 但扣非净利润却只有2300万 短短6年时间 红博股份已经完全失去了曾经的绝对市场优势 要和大家一起拼价格 2014年是红博股份的转折之年 因为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开始亏损了 主营业务不挣钱了 公司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势头 老板是最清楚 主业不行了 如果结果呢 红博股份就开始讲故事了 也许是要真的想要这个脱离困境 反正不管做了什么都变成了故事 2017年红博股份宣布 跨界手游 赤资 5.4亿收购手游公司 根据对方业务承诺 预计8年就能回本 哎呦 给股民们整的热血沸腾啊 结果搞了4个月就全部泡汤 2018年呢 又想跨界搞通信 出资9亿 要收购一家通信公司 哎呦 大家又都血沸腾了 同样又是一事无成 一会儿想搞游戏 一会儿想要搞通信 你说你一个搞验刷的 就是钱多呀 股东给他站台吗 钱多呀 也就是在尝试的过程中 游士家族反而表现出来套现的欲望 你们热血沸腾 他想的跟你就不一样 他拼命的他卖股权 套现7.11 套现上一人了 就很难停下来 2020年游士家族又卖了8亿 再套现4亿 这两次都卖给了同一个人 叫毛伟 于是毛伟取代游士家族 成了红伯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而游士家族不再是实际控制人 再减持就更轻松了 到了2021年 游士家族又抛出了清仓式的减持计划 关于套现 灰锅其实只是列出了协议转样的部分 更多更多的减持记录都没提到 据不完全统计 游士家族先后套现20多亿 真是全部都卖光了 有人说红伯股份上市2008年 游士家族2019年才开始套现离场 坚持了11年 无可厚非 但账不是这么算的 能不能跑 该不该跑 惠哥以为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最公平 红伯股份的IPO增发累计 募资约12.6亿 这就是股东的投入 上市以来累计分红1.8亿 回报率仅仅14% 你也太扎心了 11个亿 是不是都被他偷跑了 这是我家的话 人家那个辉哥没有这样说 一上市就偷了11个亿走 那就不得而知了 游士家族离场后 红伯股份的故事不仅没有结束 更精彩了 金盘的毛尾当初本来手头就紧 甚至还从游士家族里借钱来收购 你说离谱不离谱 游士家族还愿意接 可见游士家族离场之迫切 同时也反映出毛尾之大胆 你说有这么样的邪护的事吗 哎呀 你来 把我的公司都买走 哎呀 我没钱 我接你钱啊 我接你钱 你把我公司都买走 你这哪有这样的事啊 就想想啊 我为什么现在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因为我太太 我最尊敬的太太 A股啊 垂了20年 痴心不改 哎呦 哎呦 那我这么糟糕的 丈夫都20年都痴心不改 30年都痴心不改 40年都痴心不改 眼睛A股怎么也比我好吧 还散发着一身 疼臭气 是吧 所以说眼睛痴心不改 我真的是我 我说这样好了 我今后我们就把美国买下来 是吧 我们把美国不乖吗 我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干这个事 是吧 我就要去小鱼村 我已经约好了 我怎么把美国买下来 不说那个谁 我其实很早就看好 英伟达 英伟达呢 在一年前呢 就有人就断言他完蛋了 因为他市值太高了 一千多美金一股了 结果有人说 他现在人就翻翻了 现在一个英伟达 就是一个A股的一个市值啊 一个公司就顶你一个 反正他们不乖 我们把它买下来 不就行了吗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我先不说了 是吧 真的是离谱 太离谱 当然 大胆是要付出代价的 毛尾成为实际控制人后 股权随后质押 然后又由于还不起债 股权被司法划扣 划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欠我一千万 然后法院就按一千万的市值 直接划扣相应的股权给我抵赞 翻看洪博股份的历史公告 毛尾的股权几乎都是被司法划扣走的 这是不是一个大局我都不好说了 对吧 红博股份现在已经看不到毛尾的持股了 已经被划扣完了 这个股东减持怎么办呢 没人来借 借钱给一个哥们把他的股权给接走 当股权下降了以后 我也不是大股东了 随便卖了 现在都卖光光了 被接走那个哥们 也不是我卖走的 被执押 被司法机构划扣走的 他最多是欠债 给他什么事 划给谁了也不知道 反正就大家就一拍手两盲吧 完了 没了 小品 赵本山小品都没有这么精彩是吧 那毛尾赚不赚呢 不得而知 但可以算账 毛尾接盘的时候 红博股价应该说出于相对低位 而从2023年 蹭上人工智能英伟达的热度之后 已经妖魔化了 光是2023年 上半年就涨了六倍 他跟英伟达有个毛关系 如果毛尾的股权 主要是在期间划扣的 那肯定是赚了 这边借钱 那边用股权抵押 还要开了各种减持制约 堪称完美 完美 按照游戏规则 被司法拍卖的股权过户后 不是没有限售期 相应的司法划扣的股权 也没有限售期 正认为如此 二级市场的消化也才如此之快 出现了前面十大股东持股之河 只有板子5.8的群体劫策 要来要去 卖来卖去 撞了一大圈 大家全跑了 总算把公司卖给了17万股民 没有官家配合 你怎么玩这些个游戏 只有有官家配合 所有的游戏都玩得出来 只有那些个傻子 像我太太这种 就一天到晚的这里 在这里啊 给人数钞票 谢谢大家 今后 我现在在做这个努力 希望把它从泥坑里 可以挖出 拉出来 拯救它吧 也拯救我们 前提就是这个行为 办法就是把美国买下来好了 我们总有钱 把美国买下来